朱丽靖拿下超级偶像冠军出道 翻射自朱丽靖脸书 娱乐频道综合报道 歌手朱丽靖2009年拿下第三届超级偶像冠军 短短半年上周六二度在华山 Legacy开唱 他在台上宣布 今年不会再弹演唱会了 拜托 让我准备一下新专辑 拥有34一买火辣好身材的他 惊爆有老板开出110万想召养他 朱丽靖当年拿下冠军后 整整熬了三年才发片 苹果报道 发片后的朱丽靖唱功受肯定 活动邀约不断 因而被某大企业老板看上 开出每月110万元想召养他 对方说出入有刺激 也有房子住 一开始出30万 我不理他 最后一直加码加到110万 朱丽靖外形亮丽甜美 翻射自朱丽靖脸书 只是出价110万包养实在太夸张了 朱丽靖心想 我觉得太奇怪了 最后当然没有答应 目前朱丽靖事业稳定 心中却有遗憾 因妈妈去年癌症离世 对她打击很大 自责母亲生病期间想外出走走 始终无法成行 我应该让妈妈做开心的事情 现在只要遭遇挫折 都会想起妈妈 让心情平静